小伙伴们注意看 新版本更新了雪球道具 来到了弹仔岛 所有玩家都举起了雪球 快乐地打起了雪仗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雪球道具来到了弹仔岛 却让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玩的道具 你们知道吗 首先来看 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道具 它是蓝色的剧院票据 如果你还记得蓝色的剧院票据 那么请为它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当玩家弹仔获得剧院票据后 就会把它举在自己的头顶 并且当玩家弹仔 把蓝色的剧院票据丢出去 以后就可以把其他玩家弹仔 短暂时间内 变成一只可爱的小黑猪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曾经蓝色的剧院票据它所处的位置 就在弹仔岛绿色漫画店的 前方售票厅的窗口处放置着 可是随着新版本弹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绿色漫画店建筑物是存在的 可是在绿色店漫画店的前方 已经没有售票厅和剧院票据了 对了小伙伴们 再来看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二个道具 它是圆形的绿色草丛 曾经弹仔可以躲进草丛中 和自己的弹搭子玩躲猫猫 曾经圆形绿色草丛的位置 也在绿色漫画店的正前方 可是随着新版本弹仔岛的更新 雪球来了 在它的下方也变成了矮矮的白雪 而曾经漫画店前方出现的绿色草丛 也已经消失了 所以说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 雪球来到弹仔岛了 因为我们所有弹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 它们分别是蓝色票具和绿色的圆形草丛 小伙伴们 我好伤心难过呀